书馆开书咱们书归正传 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武士达赖喇嘛 作为一位有修行的出家人 一位大德高僧 竟然呢出卖了阿伯克合作 乃至说他出卖了整个伊尔强韩国的利益 把这个现在新疆南疆的这大片的土地 就让自己的徒弟给侨取了 那么说他就真的这么爱自己的这位徒弟 绰罗斯盖尔丹嘛 说起来有可能 不过呢多数情况啊 他还是想培养一支自己的蒙古势力 他写信给自己的徒弟绰罗斯盖尔丹 他说你呀亲自领兵 记住了一定要亲自领兵 收复暴军统治的那些城池 让阿伯克合作登上王位之后 然后你再回到原地 实际上这封信里的这句话呀 非常有暗示性 什么叫回到原地呀 原地是哪啊 盖尔丹接到信之后立刻就明白了 哦我老是让我回到原地 那行啊 于是他帮着白山派的阿伯克合作 取得了政权之后 哎 这位很有野心的大汗呢 哎 就原地休息了 哎 对喽 他带着这三万蒙古骑兵 压根就没打算走 那这阿伯克合作就问了 那您走不走啊 现在咱们政权已经拿下来了 那这三万蒙古骑兵啊 哎 新老话说走啊 走你个大和尚走 于是准盖尔韩国的使者 汤汤汤汤 就把这个准盖尔韩国 要在南疆身上取的利益 跟这阿伯克合作说了 阿伯克合作一听啊 没办法 看来啊 天下没有这白吃的午餐 没有用人白帮忙这马子事儿 于是呢 也就同意了准盖尔韩国所开出的条件 首先这盖尔丹说了 我们要在你们这儿啊 设立税官要来收税 从这一句话你就能听出来 从今儿起啊 就再也没有一尾枪韩国了 因为啊 这个问题很明显 谁收税 税金落到哪个政权的手里 实际上这个政权 就是对这个地区实际控制着 那这南疆都由厄鲁特来收税了 他能不化尽准盖尔韩国吗 那收多少税呢 咱们呢 以一个地区为例 哪个地区呢 就是叶尔羌这个地区 那会儿的叶尔羌地区 加到一块城镇乡村 拢共也就有27个地区 那么说这27个地区有多少人呢 一共三万来户 十万余人 这准盖尔韩国的税官说了 你们这地区每年呢 得交纳十万腾国 这腾格啊 它是一种货币单位 有人说呀 这个白银一两啊 是一腾格 也有人说呀 这五腾格等于白银一两 这件事啊 还得交给新疆的史学家去考证去 咱们现在呀 也没有个具体的定论 就即便是五腾格等于一两 那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您别忘了 这南疆中间是沙漠 四外洲是绿洲 这几个城池出产本来就不是很丰富 那热定和现在的南疆比不了 那现在的南疆得有石油不是 那这事完了吗 没有 哎 还得有食物税 这些食物税都包括什么呀 米 棉花 红花和畜牧产品 哎 咱就拿这个米泥项说吧 一年呢 得交米 五千八百多帕特马 哎 这帕特马呀 也是个计量单位 这帕特马怎么算呢 这一帕特马呀 等于是咱们中原地区的四旦五斗 是个容器 大概就是用柳条子编的大框之类的 这米呀 是按这个容积来算 到棉花呀 就得按金来算了 他们的这个称重单位呀 也有个名字叫查拉克 这一查拉克就是五公斤 那么说这叶尔强地区 每年得交多少棉花呢 哎 得交一千七百多查拉克 哎 这具体何多少斤呢 您就自己算算 这南疆啊 哎 让蒙古人 也就是这个准盖尔蒙古人呢 分了四个地区 也就像叶尔强一样 分别是啊 这喀什嘎尔 叶尔强和阿克苏 还有和田地区 哎 这四个地区呀 都得交这么些税 并且在这四个地区呀 都设了税官来监督收税 这税官还有个名字 叫做俄勒托 不光如此啊 这大汗说了 还得呀 把大汗的孝敬 和这次出兵的军费 全给补齐了 哎 可想而知啊 这南疆人民呢 哎 咱们这些维族兄弟呀 自此以后 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哎 什么样的生活呢 也不在咱们讨论的范围之内 咱们呀 还得接着聊这达赖和嘎尔丹 这嘎尔丹呢 捅过了南疆之后啊 开始北征这个墨北蒙古 那么说这中原王朝的康熙皇帝 就不出面管管这只孤狼吗 哎 没工夫 现在正是三分之乱的时候 哎 就这么着 这边的康熙皇帝啊 没时间管这头草原孤狼 那边的达赖喇嘛呢 又惯着这个徒弟 跟我们家乡话 这叫油印长啊 这个 这一下子 这赶尔丹呢 算是撒个劲了 稳定了天山南北的局势 震慑了自己的宿敌哈斯赫韩国 他可就盯上墨北蒙古的大片土地了 那要说呀 这墨北蒙古人家那是有大汗 大汗是谁 土屑土汗呢 并且那还有自己的宗教领袖 哎 同是这皇教的一位活佛 哲不尊丹巴活佛 这赶尔丹呢 找了个茬 就对这个墨北蒙古发动了攻击 那他是什么邪茬呢 他说呀 这墨北蒙古的土屑土汗和 哲尊丹巴活佛呀 不尊敬武士达赖 再加上过了杭爱山以后啊 这个墨西蒙古的草场和 墨北蒙古的草场边界不明 双方的墨民也经常发生矛盾 所以说呀 这赶尔丹说啊 我必须得抽你 您看呢 这就是有意思的一点 咱们中原发生战争啊 都是抢这个复数的地儿 哎 那个江浙一带呀 永远是香波波 或者是中原一带 您看这蒙古人也是如是 他们喜欢什么呀 他们得要那个肥沃的草场 再加上呢 这赶尔丹现在呀 他有一颗执念的心 他要恢复蒙元帝国呀 所以说他的草场啊 他就不怕大 他不但吞并了土屑土汗的 墨北蒙古 1688年 赶尔丹领兵三万越过杭爱山 就攻陷了这个土屑土汗的 墨北蒙古 这喀尔丹蒙古的头子 土屑土汗和他的弟弟 直尊丹巴活佛呀 跑了 往哪跑 往内地跑 投了谁了 投了康熙皇帝 这才有了呀 这个我们所熟知的 乌尔会合之战 和乌兰不统之战 康熙皇帝呀 和这个准盖尔韩国 打的这两次战役呀 咱们在准盖尔韩国那章里边 详细的讲过 有兴趣的 您可以导回去听听 那么说这达赖喇嘛 在这两次战役当中 对这准盖尔丹 有没有帮助呢 当然了 在这件事情上 有人说有 有人说没有 我跟您说呀 咱们可以大胆的假设一下 当然是有 如果没有 武士达赖喇嘛的关照的话 这准盖尔丹 应该就死在乌兰不统治战当中了 那这呢 就有一个小问题 小故事 小花絮来了 什么花絮呢 我一说您都得乐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1690年 康熙29年乌兰不统大战嘛 那年的八月的福权领兵啊 就在乌兰不统和这赶尔丹呢 是一场敖战 可是说您得记准了啊 这是1690年 1682年的2月25日 这武士达赖喇嘛 就病逝于布达拉宫了 想年呢 那是68岁 病逝这个词啊 用在这活佛身上不太贴切 元祭吧 他是元祭在布达拉宫 那总之啊 在这乌兰不统大战的时候啊 这武士达赖喇嘛 嘎尔丹这位恩师 已经死了八年了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您先别纳闷 实际上这会儿啊 西藏的实际控制人呢 是第八 苍结加醋 这人咱们提到过 是这武士达赖喇嘛 自己培养的一位第八 也就是说别的第八 再跟这个皇教 跟这格鲁派一条心呢 也不行 都是选出来的 这个第八呀 是达赖喇嘛 从小自己培养的 是他的一个贵族徒弟 说白了呀 这苍结加醋呀 和这杭尔丹呢 是亲师兄弟 如果说呀 按照入门早晚来算呢 这苍结加醋呀 是师哥 这杭尔丹是师弟 按年龄算呢 这杭尔丹是哥哥 苍结加醋呢 是弟弟 桑结加醋呀 是个能人 不过他像格尔丹一样 也是一个 非常有政治野心的人 这武士达赖 并是以前 把西藏的政教事务 全移交给了他 他这位第八呀 就第一次尝到了 在无人控制下 掌握权力的快感 他老师圆寂以后 他竟然密布发丧 继续呀 借用武士达赖的名义 掌管整个藏区的政务 掌管政务还在其次 那整个这个藏区的宗教界 也是受他管理的 想想啊 他和这杭尔丹关系密切呀 并不奇怪 因为在这个达赖喇嘛 众多的徒弟当中啊 这两个人全是贵族 这杭尔丹呢 是蒙古的 准杭尔部的六王子 这桑结加醋呢 是这个拉萨北部 大贵族 重迈巴的儿子 不过呀 有很多人传说呀 他是武士达赖喇嘛的亲生儿子 这些都是传言 我不信 您也别信 那反正这两个人呢 都是锦衣玉食的少爷来的 在这个武士达赖喇嘛 坐下修行啊 这两个人呢 肯定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换句操话说呀 那帮穷学生 还能缩了果单皮呢 人这俩人已经分身卖力素了 这我突然怎么想起 这么两样吃食来 虽然呢 那这武士达赖喇嘛 老实原记的这事啊 这师兄桑结加醋 并没有告诉噶尔丹 但是他对噶尔丹的关照啊 远远超出了武士达赖喇嘛 他首先呢 以达赖喇嘛和西藏教廷的名义 支持武士达赖喇嘛 出征墨北蒙古 除此之外啊 他还以武士达赖喇嘛的名义 往噶尔丹的军中派了一个僧团 这个僧团的领袖啊 也是他们的师兄弟 济龙忽图克图 这济龙忽图克图啊 就领着70个有道的大喇嘛 就住进了嘎尔丹的军中 那这是要干嘛呢 首先呢 就是鼓舞士气 这蒙古兵啊 全信喇嘛教 听完一对经文之后啊 我想啊 就一往向前 跟打着鸡血似的 可能就是这意思 那其次 这支军队 他要对付的是什么人呢 墨北蒙古啊 这卡尔喀布 他也是蒙古人 也信皇教 有的时候啊 往往军队打下来一个地区啊 哎 这老百姓 就不会很快的臣服于你 那句话说的好啊 兴你当兵的横啊 还兴我老百姓 不听你的命呢 于是呢 哎 这70名喇嘛呀 就起了作用了 靠宗教的力量 把这些新占领区的人民呢 就能笼络起来 哎 这还不是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啊 就真救了 卡尔丹的命 这卡尔丹 东征墨北蒙古 哎 这桑杰加措 在西藏啊 他早就算准了 肯定 这卡尔丹的部队 会跟大清朝的军队 有这么一仗 这大清朝的王公贵族 以及文武大臣 尤其是这满族和蒙族 哎 说白了就是八旗贵族吧 他们是赌信皇教的 对啊 这所领天下世教 哎 这是您清朝皇帝封人家打赖喇嘛的呀 不但如此 在北京的西皇寺啊 还养着一群喇嘛 所以说呀 这喇嘛呀 在这些八旗王公贵族 亲目当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到了关键时候啊 哎 这群喇嘛 包括纪隆 胡图克图在内 一旦出面 还就真没准在危难时机 能救了这卡尔丹一命 哎 事实也是如此 就在这乌兰 不统山一次围歼旦当中 这卡尔丹一天一夜 消耗了所有的装备 无良不淡啊 最后啊 还是这寄龙胡图克图 趁夜色啊 就带着自己这七十名徒弟 来到了清军大营当中 借着自己啊 的威望和魅力 说服了这清军的主将福权 哎 就是康熙皇帝的二哥呀 这福权啊 停止攻击 才导致这卡尔丹带兵逃窜 所以这卡尔丹他敢念宣呢 他觉得是老师派了自己的师兄 才救了自己一命 实际上呢 他的师兄继龙糊涂克图啊 可能也糊涂着呢 他也以为啊 是老师武士达赖喇嘛 派自己来的呢 其实都是桑洁家措 在背后主使的这一切 这卡尔丹一口气的逃回了 科姆多老营 这一下子就再也没缓过劲来 最后这招募多一战 卡尔丹政权宣布彻底的崩盘 自己的侄格侧望阿兰布台 在伊犁河谷那边 人家也做了大汗 1697年 润3月13 这卡尔丹呢 在科姆多地区的 不言图和边上 一个叫做 阿查阿姆塔台的 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哎 死了 是郁郁而终啊 那么说啊 这卡尔丹都死了 他的师兄 也就是了 桑洁家措 不会再借着自己老师的名义 帮着这位师弟了吧 没有 要不来啊 还惹不来祸事呢 这康熙皇帝一怒之下 差不点啊 就要兵发 拉萨